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 反弹到这里 坦白讲 这个量 说下来它也算是合理 你看今天这个量 今天这个量应该是创 农历年以来 今年农历年以来 最低的成交量 那就代表说 其实指数涨到今天这个地方 反弹接近快50% 因为这一段跌下来 跌了4000多点 那现在已经谈了2000多点 谈2000多点上来之后 它开始出现 比较疲乏的走势 非常正常 因为这边我讲了 它要V转的条件 并不大 因为你要考虑到中东的问题 中东问题我讲了 油价如果有波动 就会影响 那昨天油价涨了4% 对不对 所以油价在涨的情况之下 那股价当然而然 这个地方呢 就受到一些影响 那 还有一点在说 美国的三大科技股 三大 三大指数的部分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 纳斯达克 它其实谈到这里 涨势 也开始慢慢在收敛当中 然后道琼指数 谈上来 涨势也在慢慢收敛当中 对不对 然后废半 谈上来 涨势也在慢慢收敛当中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我讲的都合乎情理 重点是接下来会怎么走 接下来呢 你说要去破前提的几率 我坦白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的几率并不高 因为这一波的融资 已经前面 很惨烈 很多都已经断头出去了 所以它融资是有经过清洗的 所以当融资出现清洗的情况之下 这边除非什么 除非是 整个全球什么经济 又出现很大的问题 或是金融出现很大的一个变故 才会造成另外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否则我坦白跟各位讲 这边已经多杀多过一次了 对不对 那这次在反弹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融资 其实没有什么增加 昨天融资还减少19亿 所以代表这个阶段过程里面 资金是很谨慎的 很谨慎很好 最怕什么 最怕不谨慎 你越谨慎 这个行情后面越会涨 因为一开始涨的时候 大家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涨到后面一定是上来之后 大家才会怎么样 开始觉得市场OK 开始拼命买 对吧 所以现阶段来讲量缩 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可能未来价 是要再压 再压它可能是做一个 N字形 也有可能会做一个 W底 那N字形来算的话 N字形的支撑点 应该是在22 20700 这个附近 所以只要是 在这个之上做 转折向上 那这一波就会走什么 走所谓的N字形的反弓 那如果是破了 20700附近 它是在往下 那我讲的这个低点去测 这边不要去被跌破 因为你这边一跌破会有一些恐慌卖压又出来 就会造成 这一波可能要再拉再测一段 这就不好了 那以目前的情况看起来的话 日元的利空 也开始慢慢淡化 美国经济其实也没有那么差 那现在大家等CPI嘛 对不对 CPI预计 应该会是持续的降温 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美国9月 它确定会降息 那降息的情况之下 资金会更宽松 那股市先跌过后 我跟各位讲 降息就是利多 股市如果一直涨 都不跌 降息 它不见得是利多 你股市你先崩跌过一段 然后再降息 那就会是利多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回 那回多深的问题而已 我们再慢慢看好不好 你就心里心里有个底 它可能是N型 或者是W底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只要一旦右脚支撑 测出来之后呢 在这边再上去 这边的量 就会开始出来 那很多股票追价意愿 都会回来 那你也不要认为说 它在测的过程里面 个股是没有行情 我跟各位讲 个股的有没有行情 是要确定这个脚会不会被跌破 这个脚被跌破 那完蛋了 股市要再崩盘 所以在测的过程里面 你去看吧 如果抵抗力到蛮强的 这个脚就不会被破 不会被破 个股 它就会走什么 走所谓的自己的路 那怎么去判断 它这个脚会不会破呢 我跟各位讲 幅度不要太大就好了 你不要一下就跌个七八百点 那会吓死人 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是 今天跌个四十几点 明年跌个一百多点 两百多点以内 我觉得大家市场 都会做一个接受动作 所以如果是两三百点这样震 或者是二三十点这样震 你不要突然之间又来个五六百点 那大家会吓到 所以 瑕福的一个整理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盘面上 它会去走什么 走所谓的个股行情 所以现阶段 我讲的台积电 你说它V上去 这个几率很低的 但是你长线拉远来看 台积电我讲 你套在1080 套在1050 套在990 全部都有机会解套 因为它不是什么烂公司 你未来台积电 在整个AI发展情况之下 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 大家所追逐的一个焦点 因为不可能 你说要发展AI 不需要台积电 不可能 它一定还是要靠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的地位 我讲了 这个地方 还是很难去做撼动 所以台积电这波的低点 813附近 我讲了 这会是第三季的一个最低点 看法都没改变 所以后面台积电 它可能会回 因为大盘在整理 台积电可能会回 今天台积电也亮说 它会震 但是这个地方 你就让它慢慢震 震震震震之后 突然之间又带亮 长红做攻击 那就要走下一波了 好不好 回撤来讲的话 813 我个人认为不容易被跌破 甚至呢 890 也破不太了 所以台积电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低点 应该是确立的 红海也是 红海我讲的 它是比较被低估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到 它涨什么 涨红海 然后台积电不涨 因为红海的部分 它连这个缺口都还没补掉 你看一下F4 2330台积电 这个缺口补掉没有 补掉了 2382的广达 有没有 这缺口是补掉了 补掉了嘛 对不对 2454的联发科 这缺口补掉了没有 今天也补掉了嘛 所以只有红海没补嘛 所以红海后面势必要补 只是说 你要让它在很快的 站回到 230附近 这个几率是很低 全只股短线 它要先直稳 直稳了之后呢 中小型个股 它才有表现的空间 昨天我就讲到 为什么跌生的设备股要做注意 对不对 为什么说这样股票要注意 原因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台积电去买 群创的厂房 日月光也要买厂房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 台积电跟日月光直接跳过盖厂的阶段 所以它不用花两年三年再去盖一个工厂 你看那个嘉义那两个夸子厂 它要盖 盖很久 但你现在订单就是怎么样 就是满到爆 那怎么办呢 嘉义那两个厂还是要盖 对不对 那现有厂 有没有厂房可以改装 所以台积电就想到了 我跟群传买 所以一旦群传这个买下来之后 那就怎么样 你不用再花时间去盖厂房 所以你设备机台原本 要等厂房盖好两年 然后那些什么lilicoco弄一弄 还要再多个一年 你可能三年后才能卖机台 现在它直接省去三年的时间 我厂房已经有了 我稍微改装一下 对不对 该拆的拆一拆 该签的线签一签 该做的无程式做一做 我至少省了两三年的时间 那也就等于说设备厂 它卖的机台原本是三年后才卖 那现在就提早就可以卖进去了 所以对于设备股来讲 我说它会是利多 所以这波设备概念股 你会发现红硕还是很强 还是在1700 那万论跟所谓的这个 3583的星云 这个都已经怎么样 先领先谈到了月线之上 谈到月线之后 你会发现今天怎么样 股价也没有跌 对不对 还算是强 所以你要去 你要找什么 找一样有COAS题材 还没完全反应的 所以你看今天的均豪 就要今天就很强 对不对 因为自身也拉起来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档 我讲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 有没有 昨天跟各位讲的 今天长这个样子 好了 我也不盖了 原本想要盖的再继续讲一天 算了 直接讲好不好 这什么 这是6207的雷科 对不对 台积电跟日月光 都是他的大客户 因为雷科现在 我想这个题材你们也都知道了 他现在就是透过德国厂商 代理那个COAS的量测设备 卖给了台积电 那辉达有个要求 就是说 在做量测的时候 他希望规格可以统一 不要每一家都不一样 所以他设备机台要求统一 所以要求统一情况之下 台积电用雷克的设备 那日月光要 现在接到台积电大订单 对不对 那要不要用雷克设备 也是要用雷克设备 那这一次台积电跟日月光 他们要扩敞 买的厂房要扩充什么 扩充先进封装制程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是落在COAS里面 Core的那一段 COAS就是 Trip on Wafer on Cybertrain 对不对 就是小晶片叠在晶圆上 然后再叠在载板上 所以前段是什么 前段就是小晶片 比如说这个 GPU CPU 跟HBM 要叠在相关的晶圆上 然后再做堆叠 对不对 这个前面前段叫堆叠 那前段堆叠过程里面 这一次GP200为什么会递眼 因为他就检测出来 你前面透过在堆叠过程里面 中介层设计有问题 所以造成那个晶片 边边角角出现了桥区的一个情况 就他微微翘起来了 这是用什么测的 就是要用雷科的量测设备 所以雷科 他其实在先前的新闻稿里面就讲到了 至于Core的设备部分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看好的 所以代表他们也是有量测设备 量测设备来讲的话 今天比较强势就两家 一家是德律 你看德律跟雷科都是一样 都是跌很深 有没有 这一波 德律是从190几块一路下来 跌到113之后呢 开始转强 那德律从113又占到151了嘛 对不对 那雷科来讲的话 从80几块一路跌下来 所以如果这一次 日月光温台积电 位的都是前段 Core的一个先进封装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在两色设备的部分呢 绝对少不了 再来呢 雷科细中介层 接下来要出货 雷科的细中介层 他的设备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细中介层 会有 你看那个图会有一条一条的 对不对 那是细窗口 细窗口要怎么穿 用铁钉打吗 不是呢 是要用雷射切割 雷射设备 懂我意思吗 他就是用雷射设备 而雷科的部分 刚好就有出到细中介层的 这个所谓的雷射设备 专门在打那个细窗口用的 所以这个一旦后面呢 需求量出来的时候 开始大量出货的时候 我讲了他的一个获利也会怎么样 也会大幅度的提升 再就是我讲的 他这个年底 自研COAS设备要通过认证 现在是代理 这个你让他认证通过 那代表一件事情 毛利率 会怎么样 会大幅度的提升 你现在代理德国厂商的 毛利是有限 对不对 那如果都自研的话呢 毛利一定比较高 就算他现在代理德国的 你看他低级的获利 上半年获利1.46 均豪是0.95 均豪可以到100多块 对不对 这个80都不到 对吧 那设备 这几天有没有在转强 有 所以这档是叠深的 懂我意思吗 就算今天涨到这里 我跟各位讲 还有肉 懂我意思吗 还有肉 因为设备的概念股 很多都已经谈到 前面 股灾前要跌的位置点 所以这个都是落后的 3030也是落后的 对不对 这两档的量测设备 大家可以好好地关注一下 好不好 那至于其他个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今天机器人还是蛮强的 那值得呢 昨天跌停之后 今天有稍微指稳一点 那机器人里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今天隐汉 对不对 跟8374的罗森 都怎么样 都已经回到 股灾前的高点位置点 那代表一件事情 机器人这个题材 它没有消失 所以相关概念股 后续来讲的话 都还有机会 这个最怕什么 最怕就财报 但你看今天 所罗门公布财报 对不对 所罗门公布财报 上半年赚多少 0.15不到 但今天的所罗门股价 有没有暴跌 没有暴跌 所以代表这个族群 这个题材 还是有资金非常非常看好 没有错吧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不用过度紧张 那整个设备机器人 在动的情况之下 前面行情在涨什么 有一些原主流的东西 它就会开始慢慢回来 像神盾 这波下来之后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财报今年 在并入前商科技之后 第三季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现在英特尔 自己做晶片也不行 只能找台积电合作 那你找台积电 做三奈米 IP要找谁 找世新KR跟神盾 目前考虑就这两家 所以在英特尔支持情况之下 神盾后续的展望 应该也是不错 再另外8054安国 这波没什么跌到 甚至今天股价 今天也开始 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 对不对 这我觉得要过去 迟倒的事情 它在等待一个机会点 只要大盘不再继续破底 这些股票都很有机会 所以今天的神盾 你可以看到 股价怎么样 也开始慢慢上来 今天神盾最后是收最高 那一样先补这个缺口 补这个缺口之后 再回到股灾前的平台 那我想这个问题 后面就会慢慢解决 其实这种股票要动 也很快 两三天的事情 看看要不要动而已 那今天它已经跌升之后 今天再收最高 有试图要补这个缺口 那就很关键了 随时都有可能 就会再拉一根起来 对不对 因为今天神盾跟安国 都是有在攻击状态 所以这两场股票 各位持有的稍微安心一点 然后双红呢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昨天涨停之后 今天有弹 但今天稍微有稍微震荡一点 因为它先把这个缺口补掉 先补这个 震一下 不是坏事 你这边你拉稍微再回 或恩行 慢慢上来 这个后面再攻的力道 就会比较强 至少今天谈的过程里面 你会注意到 量 是近期的 比较大量 代表低档 不管今天是 有一些人 追高或怎么样 但至少承接量有出来了 这个量已经 先出来了 对不对 股票上 我跟各位讲 量会先表态的话 是好事情 量先出来 底部会慢慢确立 确立之后 这股价就有机会越走越高 因为你看 在整个 AI伺服器部分来讲的话 它不是需求不见 完全是地盐 外资机构也讲了 这个GP200地盐 是预料中的事情 反而它现在觉得 很多股票跌深了 可以做买进 所以散热来讲的话 我想 如果GP200要出 相关的个股 这个地方 应该都是第三季 绝佳的一个低点位置点 你等到第四季回头 过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底部了 因为大盘 我跟各位讲 再破底的几率不高 这一次最强的分析师 应该是高盛 的一个分析师 他今年第一季就预估 美国五月六月是多头 到七月中旬过后 股市会出现大幅度的回档 完全被他说中了 那他对于接下来的行情看法 他认为美股 在现在到八月底这个阶段 应该是空方的八局下 就说棒球赛已经打到八局了 那空方他可能还有一局的机会 那他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差不多快结束了嘛 对不对 打过棒球都知道了 九局嘛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八月份 美股会阻底 那九月初就是灰达财报公布之后呢 这个所有利空会告一个段落 如果公布利空灰达股价是跌的 他认为是非常好的潮底机会 因为已经跌一段了 所以最后怎么样 利空最后测试嘛 有人认为灰达财报会怎么样 会稍微不如市场预期 但有人认为会很好 不管怎么样 他的看法是说 只要灰达财报公布之后 所有科技股的利空尘埃落定 那接下来呢 美国股市会开始慢慢的回稳 然后一路的到 十月会陷入胶着 先谈一段之后十月胶着 为什么 因为十月 十一月美国中央大选嘛 所以选举前可能股市会胶着 那一旦选举告一个段落 他认为不论是贺锦丽 还是所谓的川普当选 美国股市接下来呢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会走长多格局 所以总体上看起来的话 现在就是最坏的情况 对不对 大家比较担心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也认为 川普当选 他不会让股市崩盘 贺锦丽当选 那就怎么样 延续拜登的一些行情嘛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怎么看 这个地方在破底的几率 我个人认为并不高 所以并不高的情况之下 有些个股跌身的状态之下 我讲了 处处是机会 对不对 3035的资源 今天来讲的话 没有大涨特涨 但是今天的股价 这K棒收的还不错啦 有没有 这个缺口还没完全封闭 所以还有机会再往上 那这样股票我觉得 我们其实也套不深 慢慢的回到300以上 接下来很快就进入到所谓的 获利射程范围 那稍微有上来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我们先做调节 资金会先出来 出来之后呢 再针对有一些新的个股 我会开始 慢慢的去找一些 比较大波段的股票 我们再做压境 所以规划我都已经做好了 这一波的行情 很魔人没有错 因为这个崩跌 你说短时间之内 一个礼拜要快速的赚回来 我觉得几率不高 但是你把时间拉长点来看的话 一个月后或两个月后 我想这个波段所造成一些亏损 很多都会回来 那我会尽力的 努力的帮各位做这件事情 安心交给我 好不好 我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所以现阶段 对于很多空手的 或者是这一波呢 没有什么持股的投资朋友 对你们来讲 好好的把握住 这个拉回的阶段 这个震荡拉回 它是要酝酿 量的一个增加 因为你现在一直涨 很多人不敢追 但是你再回再攻 这个量就会放大 所以这一波的拉回 我个人认为有些个股 它是绝佳的上升机会点 好好把握住 要减便宜趁现在 很多个股都还在底部 这个底部呢 接下来在第四季 你就看不到了 因为很多股票的底部 就在现在 所以现阶段 是绝佳的一个买点 那我接下来 我会针对一些个股 积极的去做一个 锁定的动作 好不好 好好把握住 要跟着一起赚的 直接留言 留下你的电话 后面呢 你就安心交给我 跟上我的布局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各位接下来这个行情 不要一直关注指数 因为 你就自己看 它如果是小涨小跌 个股 它会自己表态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用再去看什么 全值型的股票 这个你就放久一点 它会回来 2317的鸿海 放久一点 这都还会再上 你要积极的去操作的话 有些中小型个股 我想才是 接下来操盘的一个重点 就像我昨天我跟各位讲的 跌生的雷科 有没有 今天你说话 行情很无聊 但是我们的雷科呢 至少股价 对不对 这边大家还兴奋了一下 差一点就涨停板 有没有 那现阶段谈到这里 我讲的离前波高点 都还很远 很多设备都已经上来了 它当然也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 还有很多的股票 是有机会 跟雷克一样 会开始往上做强谈 那这边我会一档一档锁定住 那这一波呢 我讲了到现在 持股的部分 你手上个股的部分 要做个检视 如果 稍微看一下 大盘在谈 然后它是一点都没谈到 那代表它可能相对弱势 那可能就要把资金做一些调整 调整之后 我们找同价位的去做转换 我想这样子做 应该是有办法 在最快速的时间里面 帮各位 就是说前面因为股灾造成的一些 损失 把它快速的讨回来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用这种方式 帮各位来做一个 转换的动作 很多个股 接下来还有机会 现在是它绝佳的底部形态 这种其党股 跟着我一起来掌握 那要一起赚的 欢迎大家直接留言 大赚加你的电话 好不好 跟我们做联络 那跟上我的布局 这个行情 我讲的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帮各位反败为胜 相信我就对了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一所推荐 个别有价证券 恢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速度投资风险